立法院三讀通过 劳工年满65岁者 轻劳雇协商可延后退休年龄 但对此专家呼吁中央 要先营建良好的职场环境 避免出现年龄歧视 或者是排挤青壮年工作的升迁机会 另外还有研究发现 年改后退休经缩水 公务员退休率下降 学者点出现在报考率也降低 延后退休将是未来的趋势 学到老学到老 营法族出现在职场或是真材现场 一点都不稀奇 立法院15号三讀修正通过 劳机法第54条条文 劳工年满65岁者 经劳雇双方协商后 可以延后强制劳工退休年龄 因为我们现在年龄可以越来越高 根据劳动部估算 劳工平均每月领2.5万退休金 低于基本工资 而且约17万人是月领1万元以下 延后退休有哪些优缺点 专家及学者列出可能的影响 年长者能继续维持较高收入生活 解决部分职场缺工问题 但是一体两面缺点部分 可能造成职场年龄歧视更严重 出现排挤轻壮年升迁现象 就必须要先营建一个友善的高龄的职场就业环境 劳力密集的产业延长工作的话 那事实上对他的身心健康来讲 未必是好的 当他去有职场的时候 因为职场不是很友善 出现的时候会下流劳人 另外有研究指出公务员年改后退休金缩水 退休率也出现下降趋势 其中六都政府降百分之一点三三 其他县市政府降百分之一点五零 连公务员都开始有退休焦虑 越来越多人借零退休 中央恐怕要先打造出良好的高龄工作环境 才能避免衍生职场纠纷 今天是解言纪念日 总统赖清德前往档案管理局 亲自视察政治档案开放情形 而身为金庸民的赖总统眼睛一亮 发现色雕英雄传 在戒言时期竟然被列为禁书 就连经典老哥和日君再来都在名单里 到底为什么禁止呢 原因也曝光 看到禁止禁书列表 总统赖清德眼睛一亮兴致勃勃 因为身为金庸民的他 看到色雕英雄传在戒言时期 竟然被列为禁书 和日君再来都被禁了 也被禁了 结一纪念日来到国家档案局 赖总统亲自了解政治档案开放情形 而这耳熟能详的经典老哥 也在禁曲名单中 但内军唱红的何日君再来 优扬旋律搭配天籁美声 还有这首当年也是禁曲 禁书禁曲连赖总统都不解 到底为何要禁止 民众也来猜猜看 因为他讲写门外素 那种太失念那种妈妈的那种情景 会让人想要哭 原来射雕英雄传 是因为毛泽东曾在词中提及 指示弯弓射大雕 被认为和射雕英雄传中的雕字一样 以宣传共匪为由禁止著作 何日君再来则被解释成 哪一天日本军队会再来 而妈妈扯淋亚保重 则是怕军人们思想哭泣 才被禁止 冬立军的何日君再来 因为君再来 军人的君啊 蛮奇妙的 近年时期政府施行文字语 禁止原因白白种 政治档案开放后 民众也可以来参观 让这段历史真相永远留存 继日台北众号报道 台北市幼儿园性侵案持续延烧 北市府先前强调 去年就接获报案 在第一时间进行调查并处分 不过却遭到议员质疑 前年就已经有案例通报了 痛批是否失责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亲上火线 表示相关单位前年获报时 已经展开调查 自己上任之后 也要求各局处即可调查回报 出席台北约动馆动土典礼 台北市长蒋万安 针对先前北市幼儿园性侵争议 做出回应 2022年7月虽然我还没上任 但教育局跟我回报 他们在当时即可也调阅了 相关的间隙画面 我上任之后也都再三的 跟各局处要求 碰到类似儿少保护案件 一定是要即可反映 去年7月我们知道 负责另外有一个通信中心 所以社会局即刻的 来跟家长一对一的联系 前年上任前后 相关单位都有积极处理 不过自家议员都不买单 质疑2022年首次通报到 2023年期间是否没作为 才导致近期发现受害儿童 增加到20人 甚至出现600部犯罪影片 教育局还是应该更多的 积极的注意 教育部有发文给台北市的教育局 可以依照这个已通过 但未施行的法令 柯文哲省影就算了 可是蒋万安宁是现任的市长 针对当时失职 或者是怠惰的行政官员 应该予以成熟 而世界牵涉前朝 网红四叉帽更曝光 涉案人IG账号 网友发现涉案人有追踪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被质疑是科粉 2022年的时候 年终的时候我已经离职了 按照规定有通报就一定有处理 通报时间是在今年 不是去年 对此 教育局则提交报告指出 前年首次通报 调查相关资料 并没有证据 最终判处不起诉 而更年三月调查期间 停聘涉案人员 相当法律才正式实施 幼儿园性侵案 八月即将宣判 也再次敲销 而受警钟 日耳台北总共报道 台南市区会理事长 林氏结案又传新进展 警方以车追人 再度南下高雄 逮捕了一名女子 去传枪手逃亡的两辆车 都是涉嫌透过 这名女子的脸书账号所购买 但到案之后 女子喊冤 怀疑她的账号被人盗用 警方现在也初步排除涉案 而今天是男士警察局长 廖宗山从警的最后一天 他强调案情并没有陷入胶着 希望能在退休之前破案 台南市区会理事长 林氏结交强杀命案 传出最新进展 警方以车追人 十五号上午南下高雄再待一人 那这个对象基本上 他也是跟两部有犯案车辆的部分 有所关联性 也就是说去购买的这个买家 召具提的是一名三十多岁的罗姓女子 一度传出枪手逃一时 使用的两辆车都是涉嫌 由这名女子的脸书账号购买 不过打电话联络卖家的 跟出面取车的似乎都是男性 而到案后罗姓女子也频频喊冤 怀疑脸书账号招人冒用 因此警方初步排除涉案 看会不会有奇迹啦 奇迹人破这个案子啦 随在男士警察局长 廖中山退休在即 上班最后一天 他也亲自到分局 关心案情进展 但目前几条线索 最先被戴的口罩男 因为缺乏明确市政 被无保释回 丁世杰生前心腹阿川 也被认为涉案全都不高 被发肩服刑 最新具体的罗姓女子 又被排除涉案 案情看似在线焦着 还没有焦着还继续在处理 如果说十二点之前 我们能破这个案子 我还是要出来面对 台湾市也不会说 因为一个枪击事件 后两个枪击事件 就是台湾市自然不好 我还是觉得台湾市自然是最好的 枪击案发生至今 已经一个礼拜 抢手人为落网 憧憬最后一天 廖中山博弑 台南绝非庆祭之都 但是想要在退休前破案 恐怕真的只能等待起机 记得众和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